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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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登登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看到這場景就知道 我們今天來到戶外 但是你以為今天只是單純要開啥嗎 No… 事情不是你所有的這麼簡單而已而已 因為 我們今天要進人家的廚房 大家先不要緊張 因為我相信等一下後面的人也會非常的緊張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四個字 第一個字 哎呀 第一個字是辦 宋芬提先告訴你 接下來三個字呢就是 心情香 一樣好滋味 抓到了喔 如果你可以馬上猜出這三個字是什麼 應該跟我一樣是XX吧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辦冰淇淋 我有糖 我有糖 今天是電源 對 剛剛不是說要來辦冰淇淋嗎 所以我今天要來XXX自己來辦冰淇淋 那我們今天請小茶來教我們 嗨 我是小茶 好 那我們在辦冰淇淋之前呢 第一個步驟就要先來洗手 好 洗手 大家是不是以為呢 今天要來做這個XXX的大杯 不對啊 我跟你說 今天要來做這個淺淺杯 看起來是不是不厲害 那我們今天就請小茶來教我們吧 這個是我們的-9度C的花崗岩上面 哦 負9度C 對 它是冰的石頭 上面這邊會有一些就是霜 因為霜會破壞冰淇淋的口感 然後先把這些霜就是刮乾淨把它先刮掉 好 先刮掉 先刮掉 你知道這個小龍女會躺在上面嗎 我知道 欸 你居然懂我的根 我知道東西 我們要在上面練功 欸不是 這聽起來有點奇怪耶 我可以 你有看到我手部的肌肉嗎 不要嚇到我 欸 血管 欸 欸 蠻不錯的耶 是不是 這邊可以過來這邊噴一下 它大概就是一樣 欸 是不是 它是 它們要放進去嗎 它們要放進去嗎 對不起 再來我們就是要開始加配料了 先焦糖醬 焦糖醬 就是要集六個八 六個八 可以兩手壓就比較好 是這樣子嗎 對對對 但你的八特別大我覺得OK 所以正常八大小是怎麼樣 正常八大概就是 就這樣子而已吧 哦 是這樣子喔 對 超差啊 מ 你ガ 你剛剛有看到小很熟嗎 她現在的手非常的不安 圖 插 不要緊張 我剛才說六個 喔六個是不是 Mu 對不起 就是要集六個八吧 六個八 六個八 對 你為什麼不做我不知道 怎麼處理一下 -等一下 題号 其實他們是一樣六茶 大概就是一朵差不多是這個大瓶 喔 對 我最喜歡鮮奶油了 那妳可以做 六朵是不是 對 鮮奶油好像有點Double了喔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藝術家 知道嗎 鮮奶油這樣很美耶 當然啊 跟我一樣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 就是進入我們的就是半冰淇淋了 那我們會有一個口訣叫 可以啊 半冰淇淋 那我們就是待會半冰的話會有就是 會有一個口訣叫 cha cha bo bo cha cha bo bo 先切兩下 就是這樣大概先切兩下 然後再把它就是這樣子把它弄起來 就會有一層冰 一層料 一層冰 就會有每一口都是有不一樣的層次感 我來 cha cha bo bo 壓個兩下 然後翻過來 擦 拯救我 擦 我來來 擦 擦 我想要問一下為什麼 Costone的店員很常會唱歌 好 因為就是我們的品牌文化 因為我們的品牌動作就是 Made people happy 所以我們是 Made people happy 對 就是唱歌帶給大家歡樂 那剛好就是我們在 4月30號啊 也是我們的口訣的生日 4月30 對 是我們的生日 傳聞中那一天出生的人 或是品牌都會非常的旺 一定都是那一種 可能懂得非常的漂亮 或是品牌非常的厲害優質 妳是4月30嗎 對 因為我本身剛好也是4月30出生 那就是跟Costone同一天生日耶 我也是非常的新妙 我想說 我也是冰一樣的女子 喔 還有歌詞是不是 對 那我們會有一些 簡單的小動作 會 來來來 5 6 7 8叫 I don't know but I've been told I don't know but I've been told 這裡有人生日囉 這裡有人生日囉 我們為你唱首歌 祝你生日快樂唷 Happ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對 社區是合唱 就這樣 有沒有很簡單 有 非常淺顯易東 那我們要正式來一次了嗎 練習完了嗎 還是要再練習一次嗎 不用 我可以 我覺得我好像滿厲害的 真的嗎 5 6 7 8 I don't know but I've been told I don't know but I've been told 我覺得我好像滿厲害的 真的嗎 這好像也是滿適合接台語版本的耶 I don't know but I've been told 我不知道但是我聽到 這裡有人生日囉 這邊有人生日囉 極致歌王耶 張謙 Pony張謙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突然 就到了這個片段了呢 今天我們要來吃酷聖食 他們的新口味有兩個 一個 這個是金玉良緣 然後它上面這個是大甲的芋頭 配上他們的香奶冰 還有這上面很特別是金沙醬 還有小麻糬 我感受到了 來自大甲的感覺 而芋泥的香氣其實非常的重 芋泥的香味 然後再配上那個金沙的鹹香 最後結尾再給你一個奶奶的感覺 非常的搭 鹹香鹹香的 我覺得這個口味真的很特別耶 讓我感受到了 我接下來要來吃 Banny魔鼠 接下來是這個 Banny魔鼠 這個真的長很可愛 這個有點米老鼠的感覺 我看到了嗎 它這個是韓國的超燙香紅絲龍的Oreal 然後再配上正常口味的Oreal 然後再配上抹茶跟 喝許實的巧克力醬 這這樣子才太主要 還有一點不忍心挖它 它吃起來的那個茶香味很重 而且它尾韻其實不會讓你覺得有苦澀的感覺 它味道非常的濃郁 而且你在咬的過程中啊 就是除了冰淇淋就是會在你嘴巴裡面化掉那種 就是滑順的口感之外 還配上那個Oreal的巧克力的餅乾的口感 就是你在吃的時候會有很多層次的那個口感上的變化 當然不是只有開箱新的口味 還有兩個優惠的活動要跟大家說 就是你憑Costone的官方的Line Coupon 就可以享有買一送一個優惠喔 是不是很棒呢 而且因為4月30是Costone的生日 所以這一段期間的夥伴都會唱生日快樂歌 但是不是我剛剛唱的版本啊 就是你只要拍照或是錄影像 他們在唱生日快樂歌 你只要上傳到你的個人IG 就可以有機會參加抽獎喔 是不是很棒 Happy 我想要抹茶 牛奶冰 抹茶 鐵瓜茵 草莓 還有我看一下喔 你剛剛說的香蕉我也覺得很棒 好 我跟你做一下 你又不喜歡的口味嗎 欸你不要這樣子 沒什麼 就那一個 它們在嘈喱 都在嘔吾 妳要在嘔吾 還是在嘔吾 看到我 她們在嘔吾 也會不會 上面看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反正我來速速吃一下 因為冰跟女人的心一樣 融化 我剛剛講這一段的時候 小孩眼神就想說 這女生貴貴的耶 先來吃一下 你看這個 小孩真的很厲害耶 我之所以也很喜歡草莓妹妹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草莓的 冰淇淋本身 因為草莓冰淇淋有一些吃起來 是會有香料的味道 可是這個不會 然後還有草莓香之外 後面又有那種奶 非常的滑順那種味道 我剛剛有問Kerry耶 我問她說哪一個口味是最多人選擇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草莓 妹妹跟波士哥奶油牌 然後剛剛Kerry跟我說最多的 學生好像最多人選擇是那個 薄荷口味當基底的 我想說 那我以後要跟人家說 我最喜歡薄荷口味當基底的 因為這樣有學生的感覺 這一顆是 我那時候試吃的時候最喜歡的基底 因為他們的所有的基底 其實我全部都試吃過 然後 但我心目中的第一名是這個 香奶冰 因為它那個有那種香草的味道 然後牛奶本身的味道又非常的濃郁 其實我超喜歡這一個的 我那時候單吃的時候 我想說天啊 有單獨就有賣這個基底嗎 這個是鐵觀音口味的 我很喜歡他們的鐵觀音 因為鐵觀音的那個原本的香氣非常的濃郁 而且它的吃下去的時候 它的那個尾韻的奶味還滿重的 然後有問過他們 他們說是用木炸的鐵觀音 原液下去做的 而且它的甜度非常的剛好 不會讓人覺得非常的膩口 我覺得這個長輩來吃 應該也會很喜歡喔 它吃過這種時候 都是吃哪種口味啊 你再加一加一加 上班 鏡頭後面大家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現在去的這個位置 大家上班的時候會從我面前這樣經過 我會想說 欸 恥ずかしや 哎唷 這樣是不是看不見了 默默的我已經吃冰知道了 你們已經看不到它了 但是你們至少還看得到我 它布朗尼的味道 因為說它布朗尼的口感是非常的紮實耶 而且它的味道其實非常的濃郁 咬下去的時候呢 它雖然說是紮實的 可是它吃起來其實還滿滋潤的 好浪漫喔 這是什麼音樂啊 開始工作的聲音嗎 大家應該沒有聽過我百貨公司 開店前的音樂吧 現在就放給你聽 還是你們比較想要聽我剛剛唱的 生日快樂歌 我也可以重播給你們喔 應該有幫我重播吧 這個薄荷陽關乳茶很好喝耶 那我剛剛在吃的過程中啊 就有點想要學生時期 因為學生時期的時候 吃Costone對我們來說算是一件就是 如果吃的時候就一定會拍照打卡 是一個屬於少女的食物 我就覺得 天啊 我跟你講 過去吃Costone 感覺就是吃了很高級的那個 點心的那種感覺 對 我在台中讀書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離現在很久啦 所以我現在18嗎 還是一年前的事情吧 17歲的時候 就想要再一杯 他們是Twinies的那個茶包 然後喝的時候 你就是不會覺得有那種茶的浮澀味 就以至於你就一直很想跟他說 欸 再來一杯 欸真的好喝喔 大家在來的時候可以點一下 最後一口 我們也手勢來一下 雖然說 最後一口不是冰淇淋 錢錢杯 我之前看Costone的店員在辦冰淇淋的時候 我都想說 欸 應該是很簡單吧 殊不知今天自己來嘗試一下發現 相當的難啊 然後呢 他們這一次有推出的旗艦限定呢 是金玉良緣以及 菲泥魔鼠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一定要來試一下 兩款其實我都覺得非常的好吃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強推一下那個金玉良緣 因為我覺得金沙醬再配上大甲的芋泥 其實我覺得這個口味 有點想像不到這種口味會搭嘛 可是它事實上它吃起來的味道 其實非常的氣候 我覺得還滿神奇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來試一下 然後大家來的時候不知道要點什麼 因為它畢竟它的口味其實非常的多 如果大家不知道要點什麼的時候 我個人推薦一下我個人最喜歡的口味 因為其實我上次試吃的時候 是幾乎全平常都試吃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它的草莓莓 就是我剛剛放在中間的 然後以及波士頓奶油派 是吧 波士頓奶油派 然後我跟大家說 波士頓奶油派你在吃的時候 你真的會有股少女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回到 我是高中生的感覺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囉 愛我 被你磨 磨屬 也許會 笑著哭